汉不再代表低端走量,也不再中庸低调 它未来的竞队已经到了Model 3 甚至直奔奔驰C、奥迪A4及宝马三系 对于电动车一般就强调续航 老王在这五项技术中 发现它们最终的目的都确实是指向续航的提升 第一,这辆车风阻系数只有0.233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迈凯伦P1 0.34 科尼赛格Jesco Absolute 0.278 汉之所以风阻系数这么优秀 是因为很多巧妙的外观设计 在去年上海车展中 我们看到了ECDT 其实指汉一位的概念版之一 汉的实际量产版 基本上实锤取消了OE门 保留了隐藏式的门把手 气动优化的机舱盖 以及新型气动轮网 在轮网设计中 有一个参数叫做镂空比 镂空比越小风阻越低 加上优化之后的表面平整度 轮网能够给风阻的减小 贡献2%到3%左右 最终风阻系数 只比保时机TICAN高了0.01左右 抖晕